PCCC 戰艘救護 原始於美方於1993年 魔家抵修之戰後 美方特種作戰司令部 針對戰場上官兵的傷亡率 做了一份研究 其中發生於1993年 發現了有90%的死亡 如一道院前 那也有60%為大量出血為主 那代表著戰場上的傷群 需要做第一時間的處置 那依據這份報告 以1996年制定了第一套的PCCC指南 將戰傷救護的流程區分為三個階段 為底火下救護 戰術區醫療 戰術後送招呼等 那國防部已107年導入這項系統 配合國家的作戰型態 我們做些許的調整 調整為 底火下自救護救 三萬收集點救護 以及後送招呼等三個階段 那雖然有些許的不同 但整個觀念跟思維都是一樣的 戰傷救護與EMT的差別 也來自於EMT 他是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之下 實施救護 其目的是避免傷患有惡事的傷害 但是戰傷救護 他所面臨的環境是不安全的 像有敵情的顧慮 敵火的威脅 所以在做救護之前 必須優先運用各種軍事的技巧 不管是單兵的戰技 或是小部隊的戰術 設法排除各種威脅 並在最短的時間 將傷患轉移到安全區 所以他所面臨的威脅 是來自於四面八方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首先第一階段 儀活下自救步驟的部分 我們針對的是 患者的大出血實施控制 並使用各種搬運法 將患者轉移到 第二階段的傷患收集點 做進一步的檢查及治療 也就是所謂的MARCH MARCH的第一個步驟是M 控制出血 我們這邊會檢查 他的交接處有如出血 骨盆腔是否穩固 以及四肢有如出血 發現四肢有出血的部分 我們會使用止血帶來做綁紮 關節處有出血 我們會使用止血紗布 來做加壓填塞 第一個部分也就是呼吸道 呼吸道這邊檢查是有阻塞的問題 如果有阻塞的問題 我們會使用鼻咽來做治療 接下來是R 呼吸 這個部分我們會針對的是 患者的胸部有明顯的瘀傷 外傷 頓挫傷 若有發現有張力型氣胸 或開放型氣胸的奇形產生 我們會給予真次減壓 以及胸鋒的黏貼 並加上血氧機 檢查血氧的素質 有達到95% 再來是C的部分也就是循環 這邊檢查是勞動脈或頸動脈 是否摸得到 如果摸不到有休克的現象 我們會給IDG脈注射 以達到整個循環的回復 再來我們會實施九段的回報 回報的內容會針對患者的國籍 以及他的情況 需要的特殊的裝備 以及現場有敵情的威脅 以及我識別的方法等等 最後是H的評估 H第一個是全身性的評估 從頭到腳做一次評估 看有無在處理的過程中 遺漏到的一些傷口做治療 第二個H是低體溫的控制 若患者有休克的情形 我們會蓋上毛毯來實施 舉動回溫的動作 以上就是March的流程介紹 今天只是簡單的介紹 戰傷救護的由來 處置的流程及March的步驟 目的是為了讓所有人 對於戰傷救護 有基本的認識及概念 當然它還有很多的細節 需要專業學理的養成 及大量的訓練 畢竟我們全身上下最精密 最重要的裝備 就是我們的身體 之後我們還會簡單的介紹 國軍因應戰傷救護 在未來會配發的 單兵個人急救包 以及寫帶的應用方式 讓各位官兵弟兄可以在 戰場自救護救的能力上 有進一步的提升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